各位护法信徒大家平安吉祥 很欢喜地向大家报告 今天的剑式祈福法会 其实说起来 好像工程进度并没有什么大的进展 毕竟还是进入秋冬外围的工程 再还没有平面图各方面 还没有呈现还没有完成之前 暂时不会有大的动作 就不会有工程 小的还是有了 我们过两天 这个临时佛堂里面 本来有两个小办公室 现在要把中间的墙把它打开来 因为我们讲人定旺盛 我们法师的人数慢慢地也是增加 所以会做一点内部的调整 这是比较有一点更动 也让大家知道 最主要我说 为什么今天的剑式祈福法会 特别不一样呢 在各位看 在线上看 没有不同 但是在意义上来说 因为昨天虽然是在多方面的条件 不是那么具足的情况下 我们仍然努力地争取地 承办了一次很成功的八冠灾界修道会 疫情其实还没有完全过去 所以昨天这三四十人 那么一起一整天的修持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吧 尝试吧 但是也一路借会在进行 一路也在观察着 如果逐步地要开放 应该会在十月下旬 过了十月中之后 我们的义工培训 各方面比较照应的好 应该就可以让大家 能够随喜的 或者说比较固定的 想要参加现场的共修法会 也就可以做到 当然昨天的观察 就是两边的书架 按照现场的人数 昨天看起来 大约可以容纳三十到五十人 这个差距怎么那么大 如果不是疫情 按照之前我们的估算 可以容纳到五十到七十人 这个中间当然就距离不同 现在因为疫情距离要更大 那么所以可以安排得到 三十到五十 中间确实有落差 就在前后的距离 这些就按照看大家回来的需求 如果可以说十月中过后 如果你要回来共修 可能是打个电话说一声 或者网上在群里头接龙 这个当然在现场 还是以在沃泰华地区 就近回来的人为主 所以登记一下 可能我们现场比较好 掌握这个人数 调配距离 好 我说昨天的八观灾界之后 今天见识其福法会 其实除了整个空间的掌握 还有开放的程度 其实就意义上来说 昨天的八观灾界修道会 不是只有这个新的道场 这个临时佛堂第一次起见 而是有历史以来 沃泰华佛光山从旧佛堂 当然最早从依儒法师 永度法师他们是在 China Town的一个办公楼的上面 有一个叫禅境中心 之后到依儒法师找到旧的讲堂 那个时候其实是 他的层级是到讲堂 从一个佛光园到禅境中心 到讲堂 这个代表着他的范围 他的规模在成长 在扩大 那么之后到总本山指示我们 我们叫做沃泰华佛光山 那么当然也就是期许我们 是一个可以容纳上几百人的道场 所以在昨天的这个戒会 因为我说条件还没有很齐备 怎么说呢 不是只有场地还不齐备 设施还不齐备 包含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戒本 跟多伦多戒的 菩萨戒本也是 菩萨戒本是纽约提供电子版 我们临时印了一下 包含我们做晚课 跟讲经的劝发菩提新闻 也是跟多伦多道场戒的 这边戒那边戒 包含要过堂 虽然是吃便当 总要有个汤 那个汤筒 就那两个筒子 也要跟满地可佛光山戒的 那个碗 第一排第二排 不同款的 这个在佛光山很少见 知圣法师 他的裤头师傅 他就跟我讲 怎么办 他凑不到 因为戒指差不多35人 那当然义工先不算 那35人要坐下来 那就有35个 同一款的汤碗 如果连饭一起 那应该要double 那70个 他说没有同一款 同样白色 同样花色 超过30个 他说没有 我说没有关系 没有什么了不起 这个庄严的戒会 这个整个的 都在这个戒会之中 这个道风 才是主角 其他的 只是来成就大众的 这个辅助的 所以没有关系 我说排面第一排 就一个款 排面第二排 另外一个款 就这样 我说不要看起来杂乱就好 他也松了一口气 诸如此类 没有很齐备 但是却是写下了 沃泰华佛光山 在弘法的历史上 在信徒教育的历史上 这是首次的 八观载节修道会 我们非常的珍惜 我也看得出来 所有参与的人 从他们可以配合 这常住的要求 就是说 你得提早回来 请这个修道福 告诉各位 修道福呢 也是从多伦多 调借来的 我们先跟他们借 等我们请购的 货柜到了 再还他们 真的是 重元成就 周边我们的道场 都在帮助我们 我们一联络 不管谁联络 需要什么 马上 我还记得 那个菩萨戒本 因为我去纽约 参加 有一个环保的会议 那么本来要跟纽约戒 但是他们很热心的 感觉回纽约道场 好像回娘家一样的 他们说 这个要带吗 那个要吗 这个帮你放好不好 整车满满的 都是礼物 我就问说 该带的都带了 都带了 结果就是那个 菩萨戒本漏了 我们到了晚上 11点多 早来早去没有 我赶快联络 绝让法师 庙祝法师 他们二话不说 就说 我们马上来帮忙 不要担心 电子档 好多个档 什么样的版本 通通都有 寄过来 你需要什么 不够再说 就是这样 我都觉得 其实一次 戒会的圆满 从纽约佛光山 多伦多佛光山 满地可佛光山 都在为大家加油 所以才能够 真的讲很顺利的 举行 也不只是道场 在帮我们加油 昨天真的是 隆天欢喜 讲起来 一个传界的地方 必定蒙受 诸佛菩萨 都受出家戒 三团大戒 戒会圆满 在家众 都受五戒 菩萨戒 戒会圆满 出唐的那一天 我说的在家众的 那个 因为受戒 是不能够规定 不能强迫的 都是让大家欢喜参加 那次所有 育幼院的小朋友 全部都发心要受戒 本山所有的员工 义工都受戒 各位可以想象 那真是一个 亲近的佛徒 就在 出家在家都 出唐圆满那一天 我们要上晚课 我这个就 因为long story 我不讲那么详细 总之呢 就是我们在上殿的时候 在排班搭以前 佛学院嘛 是晚自修 敲了下课钟 准备上晚课了 走上那个 四十坡的阶梯 那个时候 大家同时都看到的 就是观音菩萨 因为我这个方向 就比如说 我看着各位 各位那个方向 如果是大悲殿 供风观世音菩萨 那么我看着左手边 那个是鼓楼 右手边是钟楼 全佛光山 钟鼓齐鸣 木鼓成钟的地方 就在大悲殿两旁 有钟楼 有鼓楼 我们上那个阶梯的时候 就看到 鼓楼的上方 后方 一片竹林 那个竹林上 观音菩萨出现在那里 当然大家很激动 很感动 有的走在那个阶梯上 忍不住 有的哭了 有的观音菩萨 就在那里顶礼了 这样 当时我因为有公务 站带纠察 因为老师去接 这个受出家界的同学们回来 所以我帮忙老师看 大家上碗店 我当时看着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真是光中化佛 一片光中呈现 他看起来跟我们这个人 没有什么不同 白衣观音 自在做 然后手上拿着净品 养柳枝 就这么俯瞰 低头看着我们 那个衣服的衣角 随着风 那个风在吹 竹叶在晃啊晃啊 菩萨坐在上面 也是这样 那我当时想一想 我就跟菩萨讲 菩萨对不起 我们要做晚课 我现在回想起来 当时也 因为才出家没多久 如果是现在 我们不就在那里 拜观音就好了吗 但是呢 我当时就很死板 很矮板 不懂得变化 应变 我就想 要做晚课 因为大悲殿的观音菩萨 在里面 但是其实观音菩萨 就在我们眼前 但总之 这个是回想起来 才有的念头 当下呢 只想到我的责任 是要让同学们 进大悲殿 做晚课 所以就大声喊了一下 同学们 上殿 就这样 大家依依不舍 几乎是 走着走着都倒着走 看着观音菩萨 依依不舍 然后进疗房 开始搭一 等我们再出来 在走廊上排班 再看 观音菩萨不见了 就那一段 现在回想起来 就是说 当时因为 全山都是受戒的人 住家在家 我想 佛菩萨本来都在那里 观音菩萨应该 久远以来 都在那里 无处不在了 都在看着我们的成长 我们的学习 但那一次是因为 我们很亲近 所以看到 平常时可能太杂乱了 就没有看到 但不是因为我们看到 看不到 菩萨就出现 不出现 菩萨一直在那里 所以想来 亲近 那是多么大的 一种 你说是功德吗 是力量吗 是相应吗 其实那种亲近 就是没有 没有什么阻碍吗 所以当然 见什么是什么 想什么就是什么 亲近的力量 不可思议 这在今天 因为很高兴 从今天开始的 见识祈福法会 那可是 传过三规五界 又在传八观灾界的 这个 这个殿堂 真的 这是一个亲近的殿堂 所以很高兴跟大家讲 昨天 也看着大家 在出坡 今天的早安佛光 看到的照片 是我昨天走出去 就这么拍下来的一景 我感觉到 这个道场 过去将近三年 就我们原班人马 独称 里里外外 从早到晚 一天又一天 当然我们也很欢喜 其实我常说 从来没有那么幸福过 可以亲力亲为 去照顾一个道场 过去 因为常常 要不是当老师 要不是是 因为一些道场的主管 就是法师很多 义工很多 一切都在轨道上 也不劳我超凡 但可以这样子 亲力亲为的 应该就是这一站 过太华佛光山 以见识的姻缘 所以觉得自己 作为一个修道人 何其有幸 可以照顾一个寺院道场 亲手 扫地 插窗户 亲手 寻各个地方 这样 包含 这片园林 哪边的树 怎么感觉比较枯啊 哪边怎么感觉 颜色不对啊 所有这些 可以参与 实在很幸福 昨天呢 出坡的时候啊 看着 这三十几个戒指 他们那么细心的 也在守护 呵护这个道场 突然很感动 就觉得 是啊 应该是时候 让道场的信徒 真正的来护法 不是只有线上参与 一起回来 大家想 我能帮忙 扫扫地吗 我能帮忙 洗洗碗吗 我能帮忙 就像昨天 我们的副会长 顾老师啊 老人家其实 筋骨手脚 也不是那么好 很辛苦啊 出坡完啊 他还很 很担忧地看着我 问我说 怎么办 我还有一个柱子 还没插 我说没关系 我留给你 再来再来 其实我想 我们也在规划吧 就是 渥太华因为 地处这个寒带地区啊 入冬的早 一入冬呢 又要下雪了 户外的这些清洁工作啊 整理都不容易 会很辛苦 所以呢 一般的 我们说的 比如说 岁末大扫除 我们就不能过 农历的那个岁末 不能跑到 如果农历12月 15才大扫除的话 那在我们这边 已经是下大雪了 没得什么 在外面活动 所以会提早 所以顺言 这一次的 这个八关灾界的 戒指的出坡 我说可以感受得到 大家的心意 虽然在线上 也许我们 不是能够直接 接触参与 但是呢 从昨天 我看着每一个人 男众的金刚 整理这个仓库啊 班啊 台啊 女众呢 店内店外啊 种种 包含 playground 小朋友玩耍的地方啊 那个砂石 可是不能有什么 尖锐的啦 硬的啦 这些东西 一一去把它 掏干净 包含一些杂草啊 生根的都要处理一下 像这些 大家在呵护道场 我看到的呢 是道场在呵护 大家的菩提幼苗 那一份心意 跟道场 共同成长的 那一份心意 就看到 每一个修道人的 那个善根 那个善根 在增长 所以想着是很感动 那么就 想应该是要提早 大概在一个月左右 我们应该户外的大扫除 不能超过 11月中 以后 户外做不了 恐怕下雪 或者结冻 所以11月中 以前 至少是户外的 这个大扫除 年中的 睡末的大扫除 包含有一些 准备要张挂 一些过年的 这些准备啊 都要提早做了 这是从过去 一两年的经验 冬天 如果在外面 也做不了什么 也很辛苦 地上的结冻 这冰冻 不止三次 那总是呢 就很高兴 让大家知道 昨天的八观宅节修道会 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里程碑 护法信徒 上根 增长 而且感受到 大家的上根 增长 其实 刚刚好 是跟着 道场的建设 几乎是同步开展 同步在成长 很欢喜 我这张祈愿文 一直拿在手上 刚刚大家呢 在线上 我们在这个店内啊 原本是大家一起念 后来发现呢 这个 要收这个音频 在线上给大家听呢 就会前后 速度不一样 距离都不同 就有点 杂杂的声音 那后来就决定说 好吧 那就我一个人读 但其实旁边的人 都是默念的 各位在线上呢 因为有这个 祈愿文 给各位在线上看 各位在家里头 你也要跟着 这样子念 你不会干扰别人嘛 好 那么 所以我想各位 看过或者念过 对于这个 未来的道场 大师所写的 见识祈愿文 就是我们的一个方向 我再一次把它 就是跟大家分享 各位看 未来这个道场 这将是一栋 美轮美奂的殿堂 一定是的 它是一个丛林道场 我记得我最早 早期在台湾 或者在佛学院任教 或者呢 在台北浦门市当家 当时啊 整个北部呢 就只有浦门市 一所道场 所以整个北区的 信徒啊 法会活动啊 都是在浦门市 所以 事情 也不少 法师的人众 当时大概是 二十三众左右 大概是这样 各位看说 人很多啊 但当时光是一天啊 这个往生祝念佛事啊 信徒往来 佛事啊 平均一天有十场的 祝念佛事 所以 也是忙里忙外 那早期 那早期义工的培训 还不是那么成熟 所以大部分法师 都要担负一些工作 但总之呢 早期 说在这个 从这个 浦门市 然后到现在 说这是一栋 美轮 美奂的 殿堂 就是说 那个殿堂的庄严呢 是可以射中 毕竟它在城市 都市的 寺院 当时 师父跟我讲几次 什么道场 你去当住持 我都跟师父说 师父 我们讲好的 只要不当住持 东西南北都好 师父说 你胡说八道 我当时就说 对啊 师父 不晓得哪一世 我莫名其妙发这样的面 这样的愿 就几次没有 所以第一次 当道场的住持 真的承担下来 那是在海外 在加拿大的温哥华 当时是讲堂 温哥华佛光山 一直到平和尚园集 平和尚园集 做这个超建的 这个牌位连坐了 我要给平和尚上一炷香 我想要跟平和尚讲 大师兄 请你放心地走 家里头还有我们 但这句话说不出来 因为平和尚也劝我好几次 说 你听师父的话 师父说你可以啦 你就可以啦 我说我觉得众生的 这个因果很重啊 我不敢轻易为之 没有答应 到温哥华 师父说那个海外 太远啦 我没办法帮你找住持啦 就这样 但早期就算占中间煮法 我没有搭红煮衣 这是很奇怪的事 就是不当主持 一直到平和尚园集 我手上就是拿着这一支香 那个香都快烧了 烧过一半啊 心里头千回百转 想到最后 师父就像我们的老爸爸一样 老爸爸年纪也老迈了 大哥哥也走了 家里头如果我们不承担 难道把我认为 这么辛苦的重担 交给后面来的是兄弟吗 不行啊 当时就对着平和尚的牌位 连坐啊 心中好像电流通过一样 那个过去生的怨力 整个破解 突然当下我愿承担 然后就心里头很肯定的 跟平和尚说 大师兄 请你放心地走 家里头还有我们 然后就上这一支香 那一支香上下去 只剩下短短一节啦 就是一支香的时间 那个愿心的再一次确立啦 愿心的升华跟确立啊 今天啊真是有感而发 就是要承担这个位置啊 不是那么在我心中想 它不是一个名义上的东西 它是不晓得白千节来 要承担众生的因果跟责任 这可不能马虎啊 师父在我出门 到温哥华到任前 临上飞机前 突然间师父 我去跟师父告假 师父就说 永固 你记得啊 我让你去 不是让你去当住持的 我心里想 师父你都跟我讲了当住持 多久了 多少次啊 怎么今天要上飞机前 又说不是了呢 师父就说 我是让你去当校长的 住持是人家叫的 但是你要记得 你不是去当住持 你是去当校长 校长是要办学的 你要去请老师 你要安排课程 你要去招生 你要去教育很多的学生 那你是校长 就这么一段话 所以今天见识祈福法 会读着师父写的祈愿文 会看 师父告诉我们 在他心目中 这将是一栋 美轮美奂的殿堂 这将是一栋 设施完善的会所 这将是一栋 功能齐全的讲堂 讲堂就说法的地方 这是一栋 弘法度众的道场 是的 我们确实实际上就是这样 即便新道场的殿堂 也还没有建设 我们就是这么一个铁皮屋 这个作为社教馆 未来阶段性的 还会有很长几年 是社教馆 因为在规划上 感觉到教室不够 所以在这里作为活动中心 作为一个球场之前 先要阶段性的 把它装修 就是不用改建 这个是一个永久的建筑 里面加强隔间 尤其是隔音的隔间 那么就可以做不同的教室使用 所以还是社教馆 那么总是呢 如果说新道场还没建 就是这个社教馆 就具有这些功能 当然能量还不够大 毕竟这个道场 它自己会说法 会度众 我们讲的一个环境 这个环境一旦 现在就是一个铁皮屋 也很多人很欢喜来 感觉到一片零园之中 特别的祥和 磁场很好 相信未来新道场 如果盖起来 它宏化度众的能量 会更大更大的扩展 另外呢 师父也讲到 说行道之人 必定会聚集在有道之处 有道之处 也必定会比应行道之人 说让这座殿堂建好 启用之后 能带给信徒及眷属 幸福美满 这真是我们中心的祝愿 能帮助社区的居民 平安和乐 社区的居民 真的 我也感觉到 菩萨在帮我们引路 让我们去认识一些 社区上的 有一些 当然有些是官方的代表 有一些是社区的代表 种种这些 很多社区的这一些 在地的老朋友 他们是这个社区的老朋友 我们有幸结识 他们都好高兴 带我们再去介绍给谁 再去认识谁 比我们再去哪里 再去多一些接触 那接触到的人 也都很欢喜 也都表示 会要 后面有什么 想来等等 说能吸引有缘的朋友 欢喜往来 能接引诸上善人 聚会一处 这聚会一处 这真是有道的地方 最后这一段 说希望大家不要忘记 建设的不是只有外在的 硬体的建筑 应该要为我们的心房 就内心 也要献上祝福 师父的期许 期许说 让我们以道德为基石 就是我们的基础 真正的房子在建 也要打基础 人心的建设 修道的完成 也要打基础 那我们这个心 内心的基础是什么呢 以道德为基石 道德 这是作为一个人 最可贵的 最珍贵的美德 称为道德 让我们以禅修为刚良 禅修 这是一种叫做正念 Mindfulness 它不是只有在形式上 坐在那里 Meditation 这个坐 它其实是一种静律 就是内心里头不杂乱 不分散 不散乱 它专注的 宁定的 清静的 那样子的正念 维系住 是以这个作为刚良 刚良可不能够 叫做什么 偷工减料 是不行的 所以这样子的 以清静 安定的心 作为我们的刚良 这一点都不能少 让我们以慈悲为水泥 可以把所有所有的人 柔和在一起 心意相通 结合在一起 不管你是哪里人 你从哪里来 不管你的心性 你的根基 不管你的爱好 种种 就是像建筑物 那个水泥 不管你是大石头 小石头 沙子 什么水 这些粉 把它和在一起 什么力量 可以把所有不同的人 和在一起 凝聚在一起 慈悲 以慈悲为水泥 让我们以洗舍 为沙石 整个的建筑 材料之中 沙石应该是最多的吧 从马路 这踩在脚下的是马路 当然包含我们的园林 包含我们未来 要栽种的 我们的菜园 然后包含我们的建筑物 图上全部都是沙石 什么是我们的沙石 是被洗舍 那个洗舍 欢喜 那个舍是一种平衡的状态 所以这是一个充满欢喜的地方 各位想一想 我们应该要全部都有 让我们来成为这个道场 所需要的道德的元素 禅定的元素 慈悲的元素 还有洗舍的元素 总是呢 只要我们带来这一些 这个道场会建设得很好 所有的人的修行 也会成长得很好 所以今天建设祈福法会 跟大家做这样的分享 那么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 再来 比如说今天星期天晚上 北美云来集的讲坛 请到李志健老师为我们分享 李志健老师 我想很多人看过他的画 他早期在美国 在洛杉矶 我不知道他会有分享这一段 他在这个路边 街头画家 帮人家画画一张几块钱 师父经过他旁边看一看 就说这个人 他的画里头 很有那种人性的爱 人性的光辉 师父就跟他讲 你在这里太可惜了 让我来帮你吧 然后呢 就带他到西来寺 有个地方让他做画 然后呢 再带有一些人 说你帮他们画 然后你的画呢 我帮你拿去办展 就像这样 慢慢的慢慢 成为国际知名的画家 油画 然后湖南人 他在湖南建了一个 李志健美术馆 这个馆进去就是师父的画像 他说师父是他的再生的父母 他非常非常感恩 各位想一想 有一些人 其实很多人受师父的帮助 但是肯德跟人家讲出来的 说自己有过很辛苦的一段 而又师父提息 然后成就 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讲 有一些人还怕人家知道都有 那总是李志健老师 这位一个知恩感恩的人 我们要听听看 今天晚上在美东时间七点半 就是北美院的集讲坛 大家要听 另外呢 再来就是十月一号 很快到 十月一号是我们人间佛教研究院 他在办的经典十堂课 到这个月十月一号第八堂课 那这一场的论坛呢 是由我来主持的 那主讲人是谁呢 是成功让教授 还有希莱士主持会动法师 谈的是什么呢 圣满经的佛性观 大家对这个不晓得说不熟悉 不晓得各位知不知道 师父有一本著作叫 圣满夫人十大寿 这十大寿谁来说的 这讲圣满夫人 是由他 然后因为他的因缘 然后成就这部经典 但里头带出的是如来藏实想 是佛性论 所以大家还是要学习的 在佛光山 线上线下 很多学习的机会 那当然了十月份 在一共有五个星期天 那第三个星期天是 大悲惨法会 第四个星期天是 钥匙法会 第五个星期天 还是见识祈福法会 这大家都要知道 那另外呢 当然我应该讲一下 第一个星期天 光明灯消灾法会 就下个星期天 第二个星期天 念佛共修法会 好大概是这样子 其实你就固定 星期天都跟着线上共修 或者你说 十月中旬过后 我想登记到现场来 告诉各位现场还是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人跟人之间就是需要 这样子的互动交流 这个也是慢慢的 我们希望可以走出来 大家也是一样 在这个疫情之后 还是配合到场的安排 那尽可能的 也是可以这样子的 来继续向前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